電動車巨頭特斯拉金船 車用鏡頭射擊專利侵權 而發動法律戰的是大力光 大力光一邊忙著台中新廠計畫 另一邊持續打專利戰 傳出近來透過法律管道 向特斯拉提出侵權一事 最後雙方選擇和解 大力光順利取得多數的車用鏡頭訂單 並且立刻漲價 部分產品包含授權金漲幅達百分之九十 發一個法律的律師喊去 其實雙方還沒有正式去做輸送 但是特斯拉現在就看起來就說 他承認這個問題 然後也願意接受大力光提的條件 然後買大力光的產品 而且提高售價 由於特斯拉原本就是大力光的客戶 大力光表示不評論 但是大力光維護專利向來不打自家客戶 過去在智慧手機的領域對上三星 最終目的也是以戰逼單 這回專利戰首度延伸到車用領域 市場解讀除了考量訂單 更藉此警示其他車用鏡頭廠 未來是否會對決對手順域光學 台灣公司主動去應用專利的一個典範 因為我們如果看過去台灣公司 在拿專利的時候 我們比較像是被動的 去等待人家萬一來告的時候 我去提一個防衛性的武器 可是大力光的東西 其實比較像是說 只要我看到你可能有侵犯到 我的這一些專利 這個風險存在的時候 大力光轉利戰再開火 不僅爭取到更多訂單 也成了樹立車用鏡頭市場地位的起手勢 三立新聞林書顯理文科台北報導